歡迎大家收看 JMK 虎年特約節目 圓目一身 上一集說了大家如何在虎年中 催旺財運 今天我們會說甚麼呢 今天我們會說我們很關注的健康問題 外體疫情應該都會繼續持續 所以大家就可以入住口罩 今年我們的榴槤飛行五黃 就會入到中 大家如果家裡的廚房在中間位 那就要特別留意 盡量今年少點煮食 五黃入中我們是屬於一個叫空殺 廚房位在五黃入中 就是等於你用火 一路越來越消旺過五黃 因此會令到你的災劫意外 就會更加頻頻發生 另外現在很多家裡 都會放這些植物在家裡 例如放一些大招材植物 很多時候就放在廳中間 其實那個位置如果計算 剛剛如果是屋的正中間位置的話 因為我們五黃是屬土的 而植物屬木 木黑土的話 它也會動到五黃 所以如果大家在屋的正中間裡 有植物的話 都要離而開去 沒錯 其實人坐在那裡 都會長期受到五黃的氣場 除了五黃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方位 就是我們的二號仔 沒錯 我們叫榴蓮的耳黑 去到西南位 想問琦珈師傅 如果西南位是我的房間 應該怎樣處理呢 其實今年西南位的 我們的耳黑病符巨梅位 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的耐睡就會進駐在這個位置 所以其實真的要特別小心這個位置 如果萬一我們的房間 睡房在這裡 我最初衝過方法調房 這間房成為雜物房 但是你知道香港空間有限 我會見人家用綠色地毯 放在這裡可以射殺 除了綠色地毯的話 我可以建議大家 可以放兩個黑色的蜂鈴 大家可以去佛據譜 有一個大悲咒的蜂鈴掛在這裡 這樣變成都可以幫得到手 傳統來說 我們五黃二蝦是熟土的 所以要化這兩個病星 我們是用金屬去化的 例如銅鈴 銅錢 或者葫蘆都可以 所以大家記住內斂 在這個西南位 我們要放葫蘆 在這個中間 我們要放銅鈴 這樣就可以化病了 近期肆虐的新冠肺炎 其實都是一個呼吸系統的疾病 所以我們今天就給大家一個小偽視 大家可以試試配戴海南堡的蜥石 這是一個水晶石 它可以對應到 我們三蜜七輪裏面的喉鱗 而喉鱗亦都代表我們呼吸系統 大家就可以配搭這個精石 令到大家身體健康 可以對抗疾病 如果當你發覺自己 好像比較有運程差 或是比較卡住的時候 用著杯子裝滿了一些水 放在窗台上 放在廿四小時 然後用大瓶倒在一起 出門口向南方走 然後就將所有的水倒走 就可以令到你的黑氣去除了 有幾個生肖會特別容易身體比較弱 第一就是兔連的朋友 兔連的朋友 明年戴肚的流年都會比較容易有病痛 第二以我所知就是喉 喉都會比較危險 就是病功的位置 所以這兩個生肖的朋友 就要多加注意 不要捱東西 記得一定要早點睡 好好的養好身子 首先建議大家 不要用綠柚葉洗澡 因為綠柚葉會把所有好和不好洗走 我們可以改為用了我們的七色花去洗澡 七色花是用七種不同顏色的 記住 天然顏色的花板 放在一個盆桌 然後用熱水浸在它之後 沖完涼之後就由頭淋到落尾 原來七色花會把好的氣 由頭幫你沖到落尾 令到你自己的氣場會更加美 千聞師傅 有沒有說要幾天這樣做這件事 其實做七色花就連續沖七日 變成說我們有很多不同派系 有些會在新年之前沖到七天就過年 亦可以由年二八開始第一就沖七日 另一個派系由年初一開始 第一就沖到年初七 七色花的寓意其實是包含著 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例如你們喜歡的錢 你們的人員 健康 魅力 還有包括我們的自身 以及我們的事業 所以其實七色花的洗澡改運法是非常之有用的 在2022年我們是武曲化的 武曲化的基本上加上五王入宗 健康問題來說都是挺嚴重的問題 是呀 因為五王入宗會特別選男人 以及意外 還會出一些比較奇怪的意外 例如早前有一段新聞 吃燒賣會近身這些意外 還有我們都是呼吸系統上會出問題 是呀 因為武曲是屬於金 金是屬於呼吸系統 所以這個呼吸系統的毛病 我想是要排拖 所以要拖多半年 除了呼吸系統 其實金亦都代表了筋骨 另外武曲化技亦都容易有血缸 所以大家出入、交通方面都要小心 因為亦都很容易有金屬所傷 而出現血缸問題 是呀 駕車慢一點 如果計紫微斗數 我們統稱只有兩把刀 一把七殺一把武曲 所以武曲化技的殺傷力 真是不可以看少 是呀 其實我也有少許建議 剛才也說了五王入宗 如果不是有必要的話 最好明年也不要有我們動土的狀況 是呀 真是會動到五王的位置 但是有些可能是新鞋入火 真的要裝修 真是沒有避 有時候都… 其實要化動土的了 是呀 紙紙 化動土的 要找我們三位師傅去幫忙 不是自己可以處理到的 不要想著上網看看YouTube 就可以想到如何解決 另外家居風水 其實我們好看門造床這三個位置 如果這三個位置是有病星 或者外面有房間有動土的話 大家也要小心 因為那些也會直接影響到 全屋人的身體問題 剛才阿紫華師傅說了 如果外面是動土的 我就建議大家找兩隻麒麟 在動土的位置對著它 因為曾經試過 真的動土什麼都不做 裡面的住客 就入急症室病了 好危險 所以這件事要設計的 提提大家 是的 外面的房間 例如有些地盤 由地盤有一個白地 到起樓 其實是一年多的 原來殺傷力最大是甚麼呢 就是那些天秤 沒錯 那把天秤如果去到你平層的位置 那些殺傷力對你很強 尤其是那把天秤就像一把刀一樣 如果去到平層 譬如說劈中你的位置 根據劈中不同的方位 亦都對家裡不同的家庭成員 是有影響的 但是這些家庭成員 要怎樣決定呢 就是在我們的後天八卦裡面 家庭成員 這樣大家看回那個方位 看他們會不會需要 每個人去做化解 所以去到這麼深奧的 一定又要找回我們了 因為觀眾應該很難計 看到自己整個人的人命 會不會放在哪個位置 今天跟大家說了 關於健康的小貼士 接下來一集 我們關於甚麼精彩的東西呢 哇 精彩了 我們下一集會講一些文昌 怎樣去旺小朋友之外 還會旺到甚麼呢 原來文昌之外 除了小朋友讀書之外 原來我們打工仔 升職加身 都是看文昌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我們下一集的節目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請大家下一集準時收看 拜拜 明年其實多意外 真的很古靈精怪 我告訴你 會越來越多 鮑魚也接近了 鮑魚鮮也接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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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刻真厲害 富貴病 對 富貴病 水晶有個好處 傳統的風水物來講 都是一個形異象 水晶自己有一個能量 如果用了水晶的話 它會不斷不斷 將風水物加強能量 如果不斷動它的話 效果更加好 鮑魚鮑魚膜 已經繃了 五 seasonin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